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根据乌克兰国会说法指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号已经签署多项的战时法律 这当中包含签下一纸总统令 好从当地时间3月26号清晨5点半开始 将会确定延长战时状态30天 不过说到这个俄乌之间开战 在今天已经正式迈入第26天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目前的情势发展到底是如何 好其实大家关注的主要就是因为 俄罗斯已经确定使用了极音速的飞弹 好对于这样子的状况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他说 俄罗斯为了重整整个作战的士气 不惜动用极音速飞弹 但是呢事实上这种下一代武器 并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他还提到了其实他不会确认或质疑 俄军是否有使用此类武器 但是他特别提醒大家 俄罗斯总统普丁正在改变整个入侵的行动战略 好这一回呢这个极音速飞弹使用的地方 您可以看到包含在这个地方 伊凡诺法兰科夫斯克 有一个乌克兰军队的大型地下的军用仓库 已经被摧毁了 另外还包含了哪些地方 像是这个城市南部的大城尼古拉耶夫 有一个乌克兰军队的燃料储存基地 也同样是被摧毁 当然这一回俄军声称他们使用了极音速飞弹 外界到底是怎么看的 好我们来看到这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他认为他说俄军动用这个飞弹 是希望能够增加对于乌克兰的压力 实现以战逼降的目的 让乌克兰在谈判接受俄方的条件 同时这个杨永明他也进一步分析指出战争很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而另外是前立委郭正亮他则是提到了 他说俄军此举是要对西方提出的军援进一步来做恫吓 而且他们也知道美国最近要提供新一波的支援很可能就是从波兰来的 俄罗斯要表达恫吓就是说你们在哪里 我是知道的我可是有相应的武器可以把你整个轰掉 他还分析说乌克兰其实难以侦测这样的攻击 如果是用小当量的核弹 好这个时候大家该怎么办呢 当然现在一方面其实啊这个开战的动作还是蛮多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坐下来好好谈 因为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已经说了 他已经准备好要跟普丁进行谈判 而且是面对面的会谈 他同时提出了市井 他说如果这个谈判失败的话 很可能意味着两国之间的斗争会发生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好不过要怎么谈可是有条件的哦 因为呢可以看得出来哦 他们有列出了六项的条款 这当中呢其中我们帮大家打勾的四项 是目前看起来双方比较有共识的 包含了乌克兰宣布中立 并且声明不会加入北约 还有乌克兰非军事化 还有相互安全保证 另外就是乌克兰去纳粹化 以及取消使用俄语的限制 好不过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就是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地区地位的议题上头 因此呢这一回是这个土耳其的媒体报道了 总统爱尔段发言人卡林透露 他怎么说呢 他说其实在很多关键议题的立场上 现在已经趋于一致 几乎是同意前四项的条款 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留给领导人层级来做决定 好一些问题指的就是呢 刚刚包含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地区地位的议题上 现在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再来讨论 不过这个泽伦斯基抛出啊 他希望能够和普丁两个人面对面会谈 原本传出在第一时间 普丁方面是并不愿意的 不过现在最新的消息传出来是 他已经改变态度 表示愿意在某个时间点和泽伦斯基来会面 俄罗斯路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26天 俄军持续在各大城进行攻击 根据目击者指出一辆俄军坦克在克尔米纳 故意向一间养老院开火 造成院内56位老人家当场死亡 俄军还轰炸马力波一间艺术学校 内部有400人在避难 目前生死不明 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表示 俄军炮击基辅西北部一栋十层农民宅 造成五名居民受伤 附近还有一所幼儿园 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死亡 就在俄军的攻击越来越 针对平民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已经准备好与普丁面对面会谈 如果俄乌谈判没有结果 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普丁已经改变态度 愿意在某时点与泽伦斯基会面 由于俄方韩佣兵的战亡人数 已经达一万七千人 因此有报道指出 普丁近来情绪沮丧 有可能会举行核战疏散演习 据传俄国政界高层 曾经接获来自总统府发出的警告 就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必须参与核战疏散演练 而各种有关于普丁的传言 更使俄乌的谈判具有急迫性 记者综合报道 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在今天已经正式进入第26天了 俄罗斯的国防部在19号证实 他们已经在这个实战当中 动用极音速飞弹 轰炸乌克兰的弹药库 好 极音速飞弹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它的时速可以超过5000公里 很难以被拦截或是被击落 目前其实包含了这个美中 俄罗斯还有北韩等国家 都有在做研发 专家认为说这就代表说 俄罗斯要给乌克兰 还有西方国家的一个警告 代表他们的确有能力 能够进一步升级冲突 空袭乌克兰各大城镇 首都基辅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等地 满目窗移 进城废墟 针对乌克兰西部 一座地下军用弹药库 俄罗斯更在第一次实际战斗中 动用极音速飞弹 专家也指出 极音速飞弹处了速度快 但到也与传统寻衣飞弹不同 更加难以防御 根据美国国防部指出 极音速飞弹飞行速度 至少音速5倍以上 在地球大气层周边飞行 飞弹能在十几分钟内 攻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 而且难以被侦测与拦截 如果攜带核弹头 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 更是倍增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 特别军事行动前的2月19号 普丁曾经下令过 实施核弹战略演习 当时演练的项目 包括攜带核武的空中飞行器 以及陆地的发射装备 普丁也称赞 匕首可以用 音速十倍速飞行 是完美武器 目前美国 大陆 俄罗斯以及北韩 拥有极音速飞弹 无力国家 而俄罗斯在实战中 首度使用极音速飞弹 专家分析 这是俄罗斯给乌克兰 和西方国家寄出的最后警告 代表俄国有能力提高冲突 如果这场战争 有外部势力加入的话 俄军也会提高赌注 记者廖万宇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 还有石斑鱼飞力来入酱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 CTI567 这是蜡漆的推荐代吗